台北市的房價所得比全世界數一數二 大概15倍到16倍之多 平均台湾的其他地方大概8到9倍 雙北市新北比台北低一點 可是都非常高 所以就一直在講說 哇 這個對年輕人來講不公平啊 怎麼買得起 房價所得比的意思就變成說 我要15年才能買房子 但是其他的除了雙北以外 其他地方是8到9年可以買房子 所以對年輕人來講最實在的是什麼 初期我就這樣子啊 初期我記得我剛從美國回來當教授 經濟也是非常辛苦啊 慢慢存錢啊 存到一筆這個要說的投機款 就去買小房子啊 是不是 買小房子以後換稍微大一點的 舒服一點的 所以年輕人要這樣的想法 你剛開始不一定要想說 我非得在台北市住不可 當然你也可以說我一定要住台北市 那就租嘛 現在政府在推行那個所謂的公共住宅有沒有 社會住宅 當然社會住宅另外一些問題啦 但是你剛開始可以用租的方式 如果你一定要住台北市 否則你應該是目標放在說 我能不能住在比較郊區 現在呢有一個新的概念 就是我可以搬比較遠的 在捷運可以到的地方 在捷運可以到的地方 所以捷運非常重要啊 台北市現在捷運可以連到基隆啊 以後連到桃園啊 是不是 那或者是高鐵可以到的地方 那用房子可以買在那附近 那就便宜啦 那之後以後慢慢再往台北搬 如果這樣子的話呢 我想這是一個方式 但是你說年輕人去買房子 有時候買貴啦 他怎麼知道便宜還是貴呢 我就推出一個叫Open Data 然後政府的資訊公開 所以呢比如說房價雲 那現在政府內政部 他的什麼地方的房子有這種交易啊 他就把資訊公開 而且可以查 說我在什麼路 大概一坪多少錢 對他們來講 他可以買比較實際的房子嘛 然後他也知道他自己 能夠買什麼樣的房子 台灣現在因為 他的自有房屋率有百分之八十幾之多 所以對年輕人來講 剛開始他也許可以住家裡嘛 是不是 這有這個方式 假如能夠跟家裡住一起 或者住附近 他房租的這個壓力就小啦 是不是 然後呢以後他慢慢存錢 存到當配夠了 就開始買比較郊區的房子 比較慢慢往台北市 反正假如他台北市 那加上我剛剛所提到的 因為現在政府有open data 所有這個房子的交易的資料 通通你上雲端找得到 一開始我提到的 我是鼓勵 政府的政策要雲端化 那所以我覺得 就是透過這些的網路科技 我在立法案推動就是 透過網路科技 盡量的為年輕人創造機會 創造就業機會 創造創業的機會 也就是我們希望我們下一代 他的就業也好 創業也好 他的環境 比較是應該越來越好 而不是越來越糟